金門立委陳玉珍的警察姐夫蔡奇豪被人檢舉 在108年在請示清假的期間 涉嫌在陳玉珍家族企業的工程呢 來產染了工程兼職 那麼監察院公布了調查報告 認定了蔡奇豪是屢屢出面協調家族的事件 鬧出了糾紛 在約詢當中還連連說謊 傷害了警察機關的形象 調查結果出爐之後 金門縣警局是火速做出了懲處 不過呢在報告當中 隻字未提陳玉珍 而陳玉珍對此也回應說 這就代表這起事件跟他沒有關係 監察院跨海調查 金門縣警察局隊長立委陳玉珍姐夫蔡奇豪 108年請了4個月試清假 人群跑去烏丘監督陳玉珍家族企業 還會營造承攬工程 認定蔡奇豪行為不妥 他申請留職庭新的事實是不符的 都沒有迴避 犯成為這個糾紛事件的當事人 灼傷警察的一個機關形象 事件會爆發 因為監院一連收到兩件 海瑞營造承攬烏丘軍方工程相關陳情 指控蔡奇豪弄壞吊車不賠 為了趕工發生工程款糾紛 在約旬中蔡奇豪坦承 因為是太太的公司才去看頭看尾 只在烏丘待了7天 要跟妻子一起回台 但監察院調查 實際上他待了29天 妻子根本沒去烏丘 說以島民身份登島實際上是以海瑞公司名義 他的陳述是虛偽不實的陳述 依法移送懲戒法院 並同時追究相關人員考监責任 金門警局火速懲戒 但因為查無金流無法認定違法兼職 一把火燒上有意參選金門縣長的陳玉珍 檢察院的報告也證明了 這些事情事實上跟我本人從事立委的職權 是絲毫沒有關聯跟影響的 陳玉珍坦然以對 不過烏丘是軍事重地 任人都能進出自如 糾紛背後潛藏國安危機 恐怕也成案外案 記者 張宇春 周宗霖 台報道